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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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把握最后倒数 扫街败票 尽管北台湾连日阴天飘雨 但24号投票日当天 天气将会好转 那过去我们认为民进党 在年轻人的支持度是比较高 所以天气基本上对民进党有利 天气晴雨影响当天投票率 新北市候选人苏贞昌 侯友宜打得火热 北部雨缓温身 让北市选情也有变化 柯文哲网路声量高 多数选民以年轻族群为主 24号投票日全台天气好转 北台湾云量集中在东侧 有飘雨可能 不过西半边和陶竹苗相对稳定 白天温度回升到24度左右 台中到嘉义地区 多云实情 但空气品质恐怕会亮橘灯 温度可达27到28度 南部地区属于多云稻晴 白天上看30度 天气越好 年轻人投票率也就越高 中老龄的年龄来讲的话 第一个他本来投票 就有他的僵固性 就是他被导向 你谁被导向呢 又去更新 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外地工作 所以他的户籍地 跟他的居住地是不一样 天气好吸引年轻人回乡投票 专家分析 在高雄市长候选人部分 韩国瑜相对于陈其迈 天气好 对陈其迈可能较有利 尽管天气影响投票率 但大多是事后统计 谁能够胜出 还是得当天分析 三立新闻干涵的曾家轩 台北报道